我,高齐悦,一个被群巢的秀女 身为萨个红利的秀女 我可是早早就做好了准备 但是,谁能想得到 在选秀当天,我还被群巢了 是这么个事儿 那天我去参加选秀 本来以为我们雄后的背景 可以支撑着我进王府 说到这儿,你可能就纳闷了 我就是个褒姨出身 哪来的雄后背景 这就是你孤陋寡闻了吧 虽然我只是褒姨出身 但是我有个好爹呀 他可是大清水利专家 哪个皇子不想跟他攀上亲戚呀 而我呢,长得也还可以 去选秀,简直就是十拿九稳 选秀那天,这四阿哥拿着如意 明显是要往狼化手里放 这我倒是不嫉妒 毕竟人家一家,全高位重 当个敌附近也很正常 可是这如意还没到狼化手里呢 那边走过来一个很拉风的姑娘 听在场的人念叨啊 这好像是皇后的侄女青鹰 四阿哥一看到他,马上就直了眼 还收回了给狼化的如意 然后,狼化就成了侧附近 我还没想明白这其中的关联呢 四阿哥就走到我这儿一通夸 夕月哥哥,人如其名 东方未熄,月色风霜 难道他这是相中了我 想让我当敌附近 我心里刚有这个念头 他就说 赐黄金百两 一边的人就开始笑 呸呸呸,晦气 姑奶奶打扮得这么好看 还特地洗了个头 这美貌就只黄金百两 我 本来我抱着白烂的心态 看四阿哥把如意给了青鹰 想着回家之后要多吃两碗蟹粪呢 但是这个时候苏陪胜说 啊,不,是皇上来了 皇上一到场就说四阿哥不能选青鹰为敌附近 还说皇后已经被禁足 连三阿哥都被关进了座人府 我活这么大的瓜是我能听的吗 不过与此同时 我心里还是很痛快的 让你羞辱我 这下好了吧 你亲自挑选的人被你老爹一票否决 这场戏可真好看呀 虽然皇上最后说改日在意 但是我也不抱啥希望了 选不上就选不上吧 我还能愁价咋的 那想来我家挺心的人都能从京城排到苏州 我回去就挑个好的价了 几天之后 我正在家里悠哉悠哉的谈琵琶呢 却接到了让我过段时间入王府为格格的旨意 嗯不错不错 皇上的眼光可比他这个臭儿子好多了 接下来就是我收拾好准备去王府开启新篇章啦 不过到了成亲这天我发现 我在这个王府处于食物链最底端 咱就拿我跟青鹰大婚时这两顶轿子来说吧 我的轿子颜色就比他的浅 进府的时候也是他走在前面 但是我并不气馁 我这个轿子的颜色还够少女呢 哼 入王府那天晚上王府配备的丫鬟告诉我 王爷歇在了青鹰屋里 而且 而且他昨天的时候都没有和福建取暖 你要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 原来这王府里不止我一个失忆人呢 只要我和福建好好相处 再加上我的琵琶记忆 笼络住王爷 那还不是手拿打架 勇敢跃跃不怕困难 小夕 咋样 一个贯彻碍于真实的邪恶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高夕月 自打我见了王府就抱上了福建这个大腿 我们共同的情敌就是那个都得恩宠的青鹰 一想到他差点成了敌福建 而我差一点就要落选 我这心里就非常的不平衡 那天前安的时候 福建说我也要晋升为侧福建 我看见他跟我点头问好来着 但是我故意没搭理他 哈哈哈哈 我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句的话 福建呢也正让我们下去休息呢 王爷却哭嗓着脸跑进来 吊着嗓子告诉我们皇帝家崩了 我吓得站都站不住了啊 我们英明神武的皇上啊 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啊 这可真是太好了呀 我马上就能进宫都推死了 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呀 人家都还没有消耗以后要住在哪个宫片里呢 这几天桑依的时候呢 让我跪我就跪 让我起我就起 让我哭我就哭 本来以为没啥意思 没成想却连续吃了三个瓜 第一个瓜就是青莺因为浸现了火腿鸡汤 被太后给寻吃了一顿 具体是啥话我没听明白 我就知道太后不爱喝这玩意儿 原来太后她老人家这么挑食啊 那我下次再给她炖青鸡汤喝吧 第二个瓜呢 就是那天我正和皇后聊天的时候 有人来抱青莺的姑姑没了 我当场脱口而出 没得好没得妙啊 不过不管怎么说 死了便好 警员工活着就是个祸害 说完才想起来 我面前这位也是皇上的正妻 干了个尬之后我果断开溜 这个瓜吃完没多久 我又听说青莺被罚在府里守孝三年 这下子皇上跟前要说我最得宠了吧 太后这个惩罚真是太让人开心了点 可是万万没想到青莺不能进宫 这个男人都不给我们正式册封 再说句公道话 你这样只能让我们更恨青莺啊 在宫里混吃等死很久之后 终于传来了新的消息 青莺不仅被太后放出了王府 还顺带改名叫如意 什么如意啊 啊 是当初选秀的时候 那个又大又沉的如意吗 给自己改这样的名字 真是听了就让人觉得晦气 呸 我一气之下 直接要了海兰那个小贱人到我宫里 他俩想沆瀣一气 那可不能够了 海兰来我宫里报到的时候 我还给足了他胸肉 不是喜欢勾搭皇上吗 不是喜欢和如意沆瀣一气吗 哼 我这就让你知道厉害 他住在我这之后呢 我是小则嘲讽 大则动手 甚至在监狱炎的主意之下 直接诬陷他偷探 哼 让你跟如意沆瀣一气 这就是下场 可惜最后皇上赶到 及时救下了海兰和如意 这个狗男人 他还让我三个月不许半价 这波血亏呀 这还不如我前几天 直接让双息打败累积痛快呢 我在宫里好好待了几个月 直到过年的时候 才再次登场 过完年之后 我的侍女劝我抚养大哥 我形似他说的很有道理 况且现在如意要去抢孩子的抚养权 那我更得先下手围墙了呀 当天晚上我就拦住皇上 用了屡试不爽的撒娇技能 当时他就决定要留在我这儿 于是第二天早上 我顺势提出收养大哥的事情 可皇上说要考虑考虑 我时不时的就去看看大哥 然后去抹皇上 终于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被以为这能让我过得更好 没想到这是我冤种路上的一块金石啊 我搞喜悦 一个会喘气的大冤种 那天我和皇上一起去看大哥 却发现他身上都是伤 皇上就想着要给大哥找个养母 虽然狼马和如意都在场 但我觉得他一定会选我 最近我天天给他送点心 他肯定跟我亲 可是他竟然选择了如意 儿臣不饿 儿臣要嫌嫌嫌做儿臣的额娘 BBQ了吗这么是 如意这是要超过我的意思啊 我还没来得及担心这个 白蕊姬那边又怀孕了 啊 凭什么 我说他怎么那么嚣张呢 还敢转我一下子 哼 生气 跟我玩这一套 那我就祈祷你 求子偏生女 哼 后来我这个侍女又告诉我 有一个让白蕊姬消停的好主意 我听了她的话 结果在那天晚上出来散步的时候 就撞见王亲 端着一个怪物 一定是因为她没福气 一定是 没过几天 宫里出现了关于白蕊姬的留言 她要自尽的时候 我还劝皇上成全她呢 她只想去见她的孩子 倒不就成全她吧 虽然皇上没有把白蕊姬怎么样 但如意被禁足了呀 我可真是太开心了 恨不得每天都特地过去看看 这天我正看热闹的 王亲忽然扑过来 拉着我的袖子不撒手 这简直是骑齿大叔啊兄弟们 这件事之后 王亲被赶出了宫 但是皇上也冷落了我 这事肯定跟如意逃不了关系 所以我出身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她整到了宫里 我如今可是真的变了模样呀 成了心肠狠毒的女人 但是这没什么 宫里人人都这样 所以看着皇后的脸色 对冷宫里的如意多次出手 什么放火啊 放神啊 哪儿都跟我有莫大的关系 本来想着如意这辈子 都出不了冷宫了 谁能想到 她不仅出了冷宫 还搬了个新家 甚至在宴会上 皇上还当场揭发了阿若 宴会之后 我惊喜满难分 找到狼花商量对策 她没说什么 倒是速炼的几句话 让我安心 既然这样 我就在宫里安分几天呗 可这个时候 阿若死了 甚至还回来找我了 我的仙父宫里到处都是她的身影 很快 双喜被抓住了 我也直接碰到 我这一病这么多年 宫里的人只剩下了莫星 在我快要死了的时候 一直盼望能再见皇上一面 可皇上还没来 我就先看到了如意的身影 他告诉我 我们俩其实一直都被狼花算计着 甚至连我身上的病 背后都有人在掏碰 我就那么像冤种 一个个的都盯着我这条命 那天晚上 我终于见到了皇上 其实在这之前 我做了很多准备 比如凳子上 那个冉的寄出一座垫 我让皇上坐在那儿 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狼花之事 他信不信不要紧 要紧的是 他会不会得病 堂堂皇帝 竟然也有被我算计的一天 我真是死都心甘情愿了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吧 但愿下辈子 只盼下辈子 加德寻常人家 相夫教子 也做一回 贤得良善之人